大家好,我是老赵 前几天聊女权的时候 大家想让我说一下乌克兰女性卖淫的事 因为这也是女权嘛 那我可以,确实可以很好地聊一下 首先乌克兰政府的GDP已经损失了60%了 然后60%以上的企业它是停工状态的 没有这么多工作机会 大部分人就失业了嘛 这一点乌克兰政府还是做得不怎么样的 他应该把这些没有工作人组织起来 进行一些全国动员,全国生产 当然这种事不说了 然后还有700万的难民在海外 这700万难民大部分都是女性嘛 因为18到60岁的乌克兰男性是禁止出国的 先说国内吧 我每次从教会拿面包土豆 或者是从农贸市场买面包回来的时候 在鸡脚嘎啦的地方经常碰见女性 就请求卖淫 一袋土豆啊 十条面包基本上就可以换一次 而且这些女性还很多都戴着眼镜啊 牵着小孩 牵着俩小孩抱着一个小婴儿什么的 哇这种相当多了 还好 他们还好 因为他们在乌克兰还有住的地方 警察政府教会会帮助他们 而且他们还有父兄 还有那个不靠谱经常喝酒的老公 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这场战争就造成了整个西方世界 还有东方世界这种单身男青年的狂欢嘛 呃 好家伙这是给乌克兰人机会 就是给他们卖淫的机会 做小三的机会 然后还有在西方生活的七百万难民 那些年轻女性大概有两百万吧 他们也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第一点 他们语言不通 第二点没有工作 第三点是外国人 第四点的话 没有政府警察男性群体的帮助 第五点 他们是女人 所以说他们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底层 嗯 从这一点的话 我要感慨向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真的是老谋身算 老油条了他们这件事 政坛滚刀肉啊 就是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宣布 我原则上 政府原则上禁止乌克兰女性 卖淫从事色情行业 但是你想想可能吗 作为 刚才我们说了五点吗 他们作为社会最底层最底层 你以为他们不会卖淫吗 太普遍了 比如说我那个姐们嘛 呃 现在好像在 奥地利亚还是瑞士来着 然后难民营里面 就让他说会打电话唠嗑 然后打电话就说 哎呦 我这个宿舍里面 其他那三个社友啊 每天晚上就抹着浓妆 涂着很浓的香水 就出门了 然后早上起来再回来 睡一整天 这他们 他一脸嫌弃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们才刚刚住进 难民营不到一星期 就已经成这样了 所以说基本上是有组织 有体系的 而且很多战尔八景工作的乌克兰女性 也遭受了强奸啊 一类的事情 毕竟举个例子吧 以前波兰政府会给乌克兰难民提供 40紫罗提的餐费补助 还有免费的乘车 但是因为人太多了 波兰政府承受不了 然后就不再提供这些补助了 让乌克兰女性自己去找工作 然后当地的人就觉得 乌克兰女人抢了他们的工作 抢了他们的家庭 我有一个粉丝嘛 当然我先给你道个歉 如果你听出我在说你给我讲的那个故事的话 我先跟你说个道歉 就他就给我说 他 邻居 的家庭就被一个乌克兰小村破坏了 但是我其实听到这话 我是不太 心里很不好受 你说 人家毕竟 算了 这个东西不好受 就是 就是 就可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整个西方社会 对这些女性 乌克兰难民 还是有很大歧视和偏见的 乌克兰女性在未来 她从事色情行业 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因为这个 西方对他们的帮助和补助 是肉眼可见的减少 刚开始一个月的时候 是 就比如说西班牙嘛 能直接给身份 现在的话 都直接给他200欧元 你爱去哪去哪 就 你别来烦我 这个状态 给他找一个难民营 你们四个人住着 然后丢给他们200块钱 餐费补捕捉 你活着就行 以前的时候是直接 就比如说西班牙嘛 政府是直接配厨师给他们 你想吃什么 就给你当场做 所以说 所谓的人道主义啊 那就话 那就话说什么来着 百病床前无孝子 是吧 这西方对于乌克兰这些援助的话 也是这个样子 而且 该说谁对谁错呢 乌克兰女性 蔓淫这个问题 未来肯定 就 反正就 大家有说 未来乌克兰战争结束以后 乌克兰肯定会变得非常好 但我却不敢这样认为 因为 你看已经有200万年轻的乌克兰女性 跑到国外去了 而乌克兰本土 适龄女青年 可以生育的女青年 就只有500万 600万 这好家伙 一下子三分之一没了 以后连人都生不出来 而且大部分跑出去的 她都是有些地位 有些收入 有些知识的那些女性了 况且如此 未来的话 乌克兰可能会 那些年轻的男人们 可能连婚都结不着了 当然再说下去的话 我可能就要伤害很多粉丝了 毕竟大家 很多的粉丝 其实挺喜欢乌克兰这个状况 毕竟是大龄男青年嘛 我也不是讽刺你们 我其实只是单纯的 就自己 自己 自己 嫌闹吧 对吧 你也别生我的气 我就瞎说而已 就只是感慨一下 乌克兰女性的地位 蛮低的嘛 在未来 行吧 就这样吧 我们再说其他的以后 拜拜 拜拜 拜拜